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美国消费电子展览是吸引了全球超过5000家企业参展 5G 无人驾驶 智能家居和电竞作为主要的四大领域都是颇具看点的 那本届CES将会给我们消费者带来多大的惊喜 又会有哪些新产品 新技术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好 请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待会儿的报道 1月的拉斯维加斯气温微凉 但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 各色绚丽的广告牌无不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活力 美国拉斯维加斯著名的博彩之城 也因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由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办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简称CES是全球最大影响最广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技术展 全球主流的科技公司都会在CES上展出最新的产品和最前沿的技术 我们这辆Byton M5这是我们第一款车 今年下半年要量产 核心的定位是一个智能中端 四个轮子上的一个智能中端 其实我们这辆车的整个拥护界面 已经是为了未来的无人驾驶时代做好准备 如今汽车正在从传统的冷冰冰的出行工具 转变成可以互动更智能的大型电子产品 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就是网联汽车 新能源 智能化交互和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潮流 于是越来越多的汽车打破传统 配置了尺寸夸张的大屏 也代表了未来汽车的一个发展方向 除了车载的大屏 在显示设备上8K屏幕和柔性屏 在本届CES上大放异彩 8K电视扎多来袭 正式进入民用级领域 预示着8K时代真正来临 海星这次CES上的话 除了这个液晶电视之外 然后又推出了全系列的激光电视产品 激光电视这个产品当中的话 新品包括三色的激光电视 还有屏幕发生的激光电视 还有可卷曲的屏幕的激光电视 海星今年主推的是激光电视 这种可卷曲屏幕也是这次海星激光电视的最大亮点 这个可卷曲屏幕的激光电视来讲的话 就要告诉大家的话 激光电视的未来形态是可以变化的 未来是可能往隐形屏幕方面来进行发展 眼下的话 这个激光电视的远区屏幕来讲的话 当你在不收看激光电视的时候 屏幕是可以收起来的话 它是完全是家居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并不是把这个屏幕当作一个 这个平时在家里面展示的一个场景 但是在更多的话 是告诉你 在激光电视时代的话 然后屏幕变成了可有可无 而且的话是可以隐藏式的这样一个形态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这款100寸激光电视的市场价格 大概是7万元人民币 而同尺寸的液晶电视价格 要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 在我们的这张屏幕呢 它本身内部是具有大量的微光学的微结构的 这些微结构的话都是以微密集 那么把这么精细的这个结构的话 需要让它实现一个转曲的功能 需要从这个机材到整个的这个加工工艺 才到表面的处理等一系列的环境 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个额团 这是我们整体片的最核心的一点 这款最新的OLED电视 采用了超薄无缝贴墙壁纸的设计 它所有的像素点都在一个薄膀上 所以它是柔的 就是它是口观区的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没有背光 所以它更做得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它能够代表着整个显示的下一代的技术 然后使整个显示的产品 放在家里以后呢 使它的科技感持组 这款OLED的电视 不仅拥有4.6毫米超薄机身 还同时搭载有双系统 具备智慧屏幕与智能电视双重属性 成为家庭互动娱乐中心 我们首次采用了第二块液晶屏 就我们现在的电视台 有两块液晶屏 第一块液晶屏大的 是用于沉浸式的视频体验 那么我们会将影响沉浸式视频体验的 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字幕 比如说这时候有人按门铃了 比如说这时候天气状况怎么样 比如说我查询的股票有变化了 这时候我还有可能去问一问 在看电视的时候问一问 比如说叫某某演员是谁 那么它都会可能会形成 对曾经是此大名的干扰 以前都在大屏上展示 但现在都可以在这小屏上展示 完全不受影响 除了屏幕越来越大 清晰度越来越高 电视的形态也越来越多元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 习惯用手机来拍摄照片和视频 也喜欢把它投放到电视来播放和欣赏 但是呢传统的电视都是横子来播放的 我们很多时候用手机拍摄的内容是竖屏 这样在播放的时候 电视就会出现两个黑框 我在今年的CES上就发现了这样一款电视 它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电视屏幕还能旋转 没错 旋转屏正是目前业界最新流行趋势 这次CES展会上不少厂商都推出了类似产品 实现了横屏看电视 竖屏看手机的效果 我身边的这款屏幕可以旋转的电视呢 被很多人称为大号的手机 它有55英寸的屏幕 有4K的分辨率 最重要的呢 它是可以和你的手机相连 根据你手机播放的内容 来选择是红屏播放呢 还是竖屏播放 这款电视还可以通过摇一摇的方式 把手机里面看的视频内容 无缝传输到电视上 简化操作流程 智慧家居和智慧城市 则是5G加物联网的热门场景 很多厂商都展示了智慧家居的解决方案 主要包括家电的互联互通 和协作机器人对人力的替代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典型的一些应用场景 像回到家呢 当我们这个打开智能锁 对 然后呢整个呢 就会联动回家的场景 比如灯光打开啊 空调打开啊 电线打开 非常的方便 就是一键解锁是吗 对对对对 而且这把锁本身也是第三代智能锁 对 因为它只要是按一下 自动锁音就弹开了 未来我们的家会变得多智慧 多贴心呢 赶紧到智慧家居里去转一转 这款呢是一款新的这个比较融合洗衣机 那么它呢是上面是烘干 下面是洗涤 那么对 然后呢整个的交互界面呢 非常的简单 方便 全都是图形化的 那免去了用户以前的时候呢 去自动去调节这个洗衣的时长 水温这样的参数 完了之后呢 如果当你想的想去洗衣的话 双击就开门了 所以说呢 这个的应用的是叫毫米波雷达技术 因为它呢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要保持啊 整个的这个页面 整个的这个这个ID啊 是非常简洁的干净的 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把手 没有任何的凹凸 所以说呢双击开门就可以了 这款智能衣柜可以除菌除臭除味 还可以蒸汽蕴烫除湿等离子杀菌等 绝对是主妇的好帮手 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称之为叫做智慧十一镜 那么这是一款新的产品 那么它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站在这个十一镜前面的时候啊 它可以去识别 识别我们的这个 一定的体型 比如您可以站在那儿试一下 对 然后呢 您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您往后站一下 对对对 对 然后呢 站在这儿识别之后呢 它会识别到您的体型 然后根据您的体型的话呢 来去匹配衣服 那么这现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衣服啊 它也是根据RFID呢 来进行的这个连接 所以说它不但可以识别 您的这个面貌 体型 同时的话呢 我们称之为叫一联网嘛 所以说那衣服的话呢 是跟这个智慧镜呢 是可以进行直接的互联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试了这件衣服之后啊 那么现在是一件黑色的套裙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这样一下 哎 你看这件衣服的这个 就这个这个三零模型的就试在您的身上了 那么这其实就应用了这个RFID的技术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跟不同的大概有十几家衣服厂商呢 来进行的合作 那么这些衣服的话呢 三零数据呢都已经进入到里面去 那么方便您呢去做任何的各种各样的选择 搭配 对 不同的搭配 这边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在国内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是也跟一些店商合作吧 如果说您觉得喜欢的话呢 可以一件下单 然后直接下单直接购买 对对对 可以更方便 是的 是的 在蔚来厨房 你可以用PAD识别菜品的产地 时间等信息 查看推荐的健康菜谱 还可以在旁边种植区里 采摘四季食书 现摘现作 向全球用户传递一种绿色健康的饮食理念 记者在一个展位上看到有很多人 展位的每一面墙上都有一个人物 形象逼真 穿着不同 我们叫Neyon Neyon是一个自然的人 自然的人 自然的人是一个竞争的 自然的自然的生物 在世界中的生物 这些Neyon是100%真实的 意思是 你不能把这些Neyon和真实的人 我们能用我们的技术 叫Core R3 以为他们100%真实的 但不只 他们可以反应和回应 在现时 我们需要每一张画面 在现时 除了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还有的设备可以让人变得和机器一样强大 比如这款外骨骼机器人 只要穿上它 就可以让你的力量瞬间强壮20倍 我就觉得特别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那种场景 叫阿凡达或者是黑客帝国里面那种外骨骼 我就一直 我本来一直特别喜欢机器人之类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然后呢 感觉那你就是能用上这个 没有 我就觉得这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电影里面都是战争啊什么的 然后但是生活里面的话 就好比说搬运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包括像残障人士 他可以那个借助这个再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就科技啊 然后呢 你用的这个 他打起东西会很轻松吗 非常轻易 非常轻易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 他应该就是贴合着我的运动轨迹 然后直接就帮我搞起来了 因为我前面就两根手指头这样 拎着那开关就起来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不花力气 这是一款可穿搭机器人 可以帮助您提起重物 而不会拉伤或伤害身体 他是世界上第一台 由电池供电的外骨骼机器人 因为我是力气很小的人 然后所以一开始提的时候 就是说超重的 然后后来有了这个气外骨骼 之后在试的时候就感觉 就是很轻松 就像普通一个抬手臂一样 就感觉那个箱子根本不存在 但它真的 其实它真的非常非常重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这个外骨骼很灵活 就是它可以像我的手臂一样 抄死了灵活来 follow我的动作 很神奇 The Sarcos Guardian exoskeleton is a full-body full-powered exoskeleton suit that augments human strength so it's capable of lifting up to 200 pounds repeatedly without strain or injury to the person wearing the suit it can operate all day on 8 hours 8 hours on a single charge and the batteries can be swapped out so you can continually to use the suit even with just one battery in the suit 另一边的一个站台被围得水泄不通 人群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个人形机器人正在推车送货 这是我们优费选最新研发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它呢可以被设计用来在这个室内自由的行走 包括各种地毯呀地板呀 甚至包括台阶和楼梯就是它被设计来就是人可以行走的地方 它都可以用来行走 而且呢它具有一个七组的双臂 可以用来操作各种各样的这个真实的物理的物体 包括开门啊包括开冰箱 平常来给你拿杯壳了然后打开它然后递给你 甚至说你要出门了它可能刹到外面也会下雨 然后欢迎给你第一把伞过来 这款人形机器人行走速度很快 可以快速上下楼梯 最快每小时可以走两公里 同时还具备了优良的手眼协调抓取和全身协同能力 这种人形机器人呢 它可以适应人所在的环境 就是我地面有杂物它可以跨过去 它甚至可以踏上去 然后它可以自由地走这个台阶等等这样的地面 然后可以适应共同的环境 然后它的双臂呢也是相对于说 现在的很多的机器人只能做一些舞蹈动作等等这样 它可以真实地去操作这个物理环境中的物体了 可以去真实地帮你去完成这些事情 这款机器人可以倒水 看似简单的动作需要使用视觉刺服技术 通过实时识别水背的位置和姿态 同时还有实时调整手掌的抓取位置 即使水背晃动也可以完成倒水任务 除此之外还可以做瑜伽 不仅可以经济独立还可以完美下腰 我们身上有36个高性能的四伏 然后四伏是用一个金属的骨架给传联起来 然后外表是配合了我们这个ABS的一个塑料的物件 然后同时我们身上还有一些这种柔软的一些部分 比如我们手指是用香蕉做的 然后可以用来操作一些比较精细的物体 这款身高1.45米的机器人还可以穿鞋 写字画画让人刮目相看 除了能走路还有会潜水的机器人 对这个是我们今年CES首发的 那么这款产品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八个推进器的一个 这种叫做矢量布局 那么这样一个布局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机器在水里面可以实现 360步所有方向的一个运动 这款水下机器人是一款专业观察级水下机器人 水深可下潜100米 它采用全室量布局的八组推进器 使机身能够实现平移 扶摇 扶浅 进退 旋转等水下全姿态运行 定身能力显著提升 操控更稳定 它总是用在这个 像我们现在行业里面 有一些水下的一些注意的一些 比如说像针对水深养殖的检查 针对这个船只 马桶的检查 包括就是水泥水电 或者水 生救这块 就是因为在这些行业里面 其实咱们现在就是说 都是靠传统的方法 都是靠这个潜水源下去 那么潜水源下去的话 它就说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体肤 所以咱们研发这个产品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机器人 让它能够代替咱们这个潜水源 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就是更有效力 这款水下机器人面前有一个4K相机 包括两面的补光灯 可以极大的满足水下用户的需求 在黑暗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这款的话就是说我们针对消费级领域 就是说这个鱼来后者这种打造的也叫潜行勾锐 体积非常主打就是小巧便行 简单操作 它可以潜15米 当然价格也很便宜 这个价格也就2000多块钱 对对对 它的续航怎么样 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 记者了解到 目前水下机器人的市场主要在海外 像欧美 日本 澳大利亚 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 未来会更多地将市场投放在国内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运动 重视健康 在CES电子展上 记者发现了很特别的一个跑步机 它有自己的专属教练 让你在家就可以跑步健身 因为我们相当于把健身房带到你的家里 然后除了普通的锻炼以外 你还有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里面有你的健身老师 有你的健身内容 你可以跟着健身老师的指导 来锻炼 来锻炼你的身体 来工作各种如单车 瑜伽 跑步 这类的锻炼 这台跑步机最大的特点 就是这块56英寸的超大落地镜 用户可以从里面观察自己的动作 通过屏幕 用户不仅可以查看训练计划和训练视频 还可以利用所显示的运动时间 运动心率 运动里程 消耗热量等运动数据监测分析 帮助自身更清晰地了解运动情况 合理制定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而同款的运动手表 也可以和跑步机相连 随时用来监测自己的身体情况 首先第一个户外的话 它有几个需求 第一个的话 它有很好的很精准的GPS 能够保证您在户外的时候 能使用最终到您的轨迹 而且同时您定位的准确的话 能保证您的安全 因为您在户外的时候 有准确定的手机完全 第二个来说的话 它有具防水 防尘 防衰 这些很好的保护 同时的话 还有一些心理监测和实施所运动模式 这样子的话 能够保证您在户外 任何时候都能知道 清晰地知道 您这些心理健康的状况 除了运动手表 各种可穿戴设备 如今未受年轻消费者追捧 比如无线耳机 这款耳机呢 首先第一个 它用了非常柔软的高科技材料 这个材料对人体皮肤 以及您的这种舒适度 是非常高的 同时的话呢 它是人体文学设计 它进入到你的耳道的时候 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你会感觉到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你会感觉到很安静 然后很轻流的音乐 它反过去保证的最好 它的重量非常的轻 然后它之所以无感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材质 非常的柔软 另一方面来说 它的重量非常的轻化 你配在它的时候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户外运动 而户外的影像记录 也是很多人追求的 在CES电子展上 就有这样一款相机 既可以360度全景拍摄 也可以自由组合不同镜头 然后呢 我们今天轻推出的新款产品 是一块 是一个模特化的全景相机 然后它可以通过一个主机 计划用不同的镜头 来实现不同场景的使用 比如说这是一个 1英寸的莱卡镜头 它可以在低光 或者说在视察方面 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这是一款鱼眼的全景镜头 它可以实现360度的 全景相机的变点 然后这是一款 这个镜头是一个 普通的广角镜头 它就是传统的 我们可能大家看到 比较多的像 多部这样的 Action Camera的镜头 这款相机 可用在滑雪 骑摩托车 潜水 还可以应用在商业场景里面 比如说VR看房等等 除了可组合的照相机 下面这款可组装 多个镜头的风潮摄像机 也是展会上 吸引人的热点产品 它的造型是一个风潮的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设计 可以用不同的树木的相机 不同的配置 组成一个相机阵列 那么相机阵列的拍摄的信息 可以通过一些信号处理的算法 实时地把它融合在一起 可以实现普通的相机 没有办法实现的 比如说超过10亿级的分辨率 10亿级像素的分辨率 可以做非常大的动态范围 非常良好的低光的性能 这款摄像机 可以用多个镜头进行组合 随意搭配 利用空间分布的特性 解决了单一相机低光下面的 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它主要的应用的场景 包括一些 比如说一些环境 比如说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些监控 比如说一些大的这个场景的一些拍摄 在特别是在一些 有这个多种活动 在并行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田径的一些比赛 比如说这个滑雪 它的那个滑雪滑场 雪场特别大的时候 那么呢 它在尤其是没有这个 事先安排的这种事件的情况下呢 通常的拍摄方式呢 要依靠摄像师的这个直觉 去捕捉最有意思的这个镜头 往往可能会错过一些 特别精彩的一些瞬间 多个阵列之间的信号拍摄相关性 可去除噪音 提高低光的性能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 但操作起来非常轻松 和手机相连 就能控制所有组合在一起的超高清摄像机 让所有摄像机在同一时间进行拍摄 个人消费者呢 我们也有相应的个人消费级的 这个相机的这个配置 因为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可以用专业的这个镜头 专业的这个传感器 也可以用消费类的这个配置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呢 它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无人机的一些拍摄 等等 那么它可以实现在低光情况下的一些拍摄 可以在实现这个有雾霾的情况下的一些拍摄 可以去做趋务的处理 这个高动态范围低光的这个拍摄以外 另外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呢 可以在非常高的这个高空 可以拍摄地面上 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这个内容 可以做比如说一些识别 也可以做一些无秒的跟踪 可以利用识别和跟踪的结果 做这个无人机的自动的控制等等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高分辨率的相机去实现 那在今年的CES上呢 我们在消费电子方面啊 还是看到了很多变化的 那智能电视成为了本届CES展 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 那未来电视发展的三大趋势是 8K技术成熟化 屏幕形态多元化 人工智能深度化 那5G带来万物互联的时代 智能家居产品呢 已经逐渐地深入到了 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那成为了新的消费趋势 扭着阳哥去篝火晚会 几近村晚看好戏联台 赶集办年货 挂灯笼贴对联 杀猪菜 小鸡炖蘑菇 铁锅炖鲤鱼 这里的年味浓郁正当时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好的那下期家乡的年味系列节目啊 我们要带您去到黑龙江省的海林市 那儿啊可是有着临海雪园之称 白天呢您可以上冬雪 看临间美景 这到了晚上呢 就跟着雪乡的秧歌队啊 去感受一下那种浓浓的东北年味 另外在海林呢 还有一处乡村是非常有特色的 被称为中国雪乡 您一定听说过吧 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呢 就是这里的雪期啊 长达七个月 那临近春节了 让我们去这片雪的故乡 赏美景过大年吧 好了朋友们 那今天的消费主张就是这样了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